TPAS基隆市288公共运输定期票 又称288月票 是在基隆市内包括公车及台铁 都可以使用吃到饱的票券 经过市政府不断推广 相当受到市民欢迎 大约可以省下一半的通勤费用 那我们基隆市的288订期票 目前有1万2千人使用 上线两个月来广受欢迎 也平均每个月大概是6千人使用 那大多数的民众都是 以市区公车为主 大概占90% 那10%的话是使用台铁 那主要能提升的 这一个市区公车的运量 大概是8% 那其实对于我们大众运输 是有所帮助 也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荷包 市府交通处表示 288月票从10月16号上线以来 受到市民广大回响 原本预期的目标是每月5千人 在通勤族的踊跃支持下 目前可说超乎预期 达到每月6千人 本来预期大概第一年可以推出 大概会达到5千人 所以今年已经达到了 我们目前的一个月6千人 其实目标已经达到了 那未来的话可以 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上成长 预期到明年度的时候 可以成长到8千人 甚至还要更高 更多人来使用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尊宏表示 基北北桃1200 及基隆市288订期票 平均为市民 省下50%的交通费 为朝向打造交通安全 友善及便捷的方向 迈进一大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